大家好,又是我德克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在韩国考车牌的经验 首先在韩国考车牌你要考三个试 第一个就是不试 第二个就是在学院里面的一个驾驶 course的试 第三个就是路士 那就去片啦 有一天我终于去了驾驶学院报名啦 驾驶学院的练习区 例如上波的路段 还有停车的练习区域 填好保险卡之后付钱就会成功报名的啦 排驾驶学院安排的接送车 结束了三小时的课程后 又会有车接你去考场 每个学员都要在这部机上打卡出值三次 课室上派的教材 老师说大部分题目都会参考这本教材出 核心在后面的考古题上 最后一个小时会观看影片 而影片当中有不少关于交通的知识 接着会坐学院的专车去不示现场 而这里一楼是登记柜台 三楼是考场 那天都几多人所以都等了一阵 填表格和贴证件上 排队等候视力检查 拿了视力检查结果之后 就可以拿票等待登记 给了考试费就可以拿表格去考试楼层 准备身份证和表格给考官核对身份 无论合格和不合格 离开考场时都必须给考官吸引啦 第二个试是在学院里面的试 在学院里面的考试 考试之前最少要上四个小时的试试 那里的学院的姐姐推介分两个小时 所以我在7月16号和17号上了试试 然后18号就考试了 但是因为我18号的考试就在泊车的时候失败了 所以他就说要考试之后 你失败了那一天之后 隔了三天才可以再重新考试 另外再要给考试费的 好像38,000元左右的韩汪的考试费 我就被分到在22号学院的试试了 那考学院的试试的时候呢 是没有考官坐在你旁边的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非常紧张 因为我在学车试了四个小时 就是在学院里面 就要立刻考试 所以就很紧张 但其实大家最重要是记住 教车的老师的所有叫你怎样做 你全部记住就会合格的了 基于安全的问题 我是新手开车 所以我就不方便拍 所以我就画了一个图 跟大家解释大约是怎样考的 那就去片啦 首先上了车之后 你要戴好安全带 和调整好你的座位 接着他会叫你在五秒之内发动引擎 接着会在四条汽车操作测试问题里面 Random出两题考虑 分别有方向指示灯操作测试 档位操作测试 水波操作测试 和前灯远光灯操作测试 出发前一定要打左灯 听到B一声之后就立即要关掉左灯 接着在上波区 需要停在白色框框里面三秒 接着再出发 下波的时候需要踩着银子 一定要停车在界线后面 所以建议就快到交叉路口的时候 尽量慢慢减速 到了最难的泊车位了 首先要将肩膀对齐白线之后 扭车去到最尾转进去 转了进去 车变了水平之后 扭个半个左车 向前车 对齐了白线之后 转半个右车 接着转做R档 再将左车转到最尽 然后洗 车变了水平之后 就向右转1.5个车 当你听到确认好泊车的声音之后 需要将档转做P 记得最后要拉手锁 接着对齐了白线之后 要向右转车盘转到最尾 开到出来 车变了水平之后 再慢慢开出大路 接着来到这个位置 记得要打左灯 进入加速区之后 要踩到20以上 接着在限制时速20的排前面 减速至20以下 最后顺着路去到终点 就会结束考试 另外考试的期间 会有一次突发 的时候 你要踩停车 然后按突发键 因为暑假 真的太多人考车了 所以 我就被拼到去8月 才可以学这个路士 所以我就将路士 可能分为韩国考车牌2 这样去打算 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在韩国考车牌的经验 分别有北市 和在学院里考的机能史 like我的影片 和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下集再见 byebye 首先在App Store下订阅 按照明科plus 我会在Info Box 放下连续续给大家 现在教大家将语言改为中文 首先按右下角的设定 按按按下的update to search中 然后按韩文 再改成中文 再按确定就完成了 接着要更新为最新的题目 按下再按确定 就完成了 按左下角考试种类 去设定考题 这个是模拟考题 40题限时40分钟 按这里可以更改答案 想结束考试可以按这里 按这里可以重温错的答案 分类题目 例如有影片题 图片题等等 数据分析出最多人错的200题题目 按这里可以重温你之前做过的past paper 看你错了些什么 期待在最后的生活中的观点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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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